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神怪小说《风神演义》里 江子牙被塑造成了一个铲教原始天尊座下的道士 70岁高龄的时候奉师命骑着四步巷 带着打神鞭和姓黄旗下山 辅佐周武王取代商朝 并且奋奉诸神是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历史上真正的江子牙 以及武王伐咒的故事 江子牙的祖先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 所以被分封在吕这个地方 所以江子牙又被称为吕望或者吕上 在周朝建立初年 因为江子牙建立了不适的功勋 受封于齐国 所以江子牙就是江齐的始祖 死后被赐庙号 文族甲齐公 后来又被追封为武城招列王或者叫武城王 中国比较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历史就是从周立王时期开始 江太公生活在这段时间之前 所以在江子牙生平的记载上就没有太具体的描写 只有在三国时期有个大才子叫乔周 他曾经说过江太公年轻的时候 虽然胸怀大志 聪颖好学 但是这个人一直怀才不遇 曾经在朝歌城杀过牛 在孟金开过酒馆 卖过面 当时曾经有七八十个诸侯经过江子牙的酒馆 但是都没有人赏识他 后来江子牙曾经在商朝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官 但是因为昼王的暴政 江子牙辞官就离开了朝歌 他离开朝歌之后来到了周部族 隐居在渭水河边的叫潘西峡的地方 希望可以得到周文王的赏识 江子牙他并不是在这干等着 而是积极的为自己造势 他怎么做呢 就是历史上那个江太公钓鱼的故事 他坐在渭水河边 用直钩钓鱼 钩上也不放鱼饵 而且鱼钩不入水 是在离水面三尺高的地方悬着 他这种钓鱼的方法 就把周围老百姓全看傻了 有人就上来跟他说 说这位老丈 您这么钓鱼 一百年您也钓不着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但是江子牙一举钓杆 神秘的说 谁说老夫在钓鱼 老夫在钓的是王与猴啊 他这种古怪的举动啊 很快就传到了周文王 记昌的耳朵里 于是文王就派遣士兵 想把江子牙叫来问话 结果江子牙呢 对士兵不理不睬 自顾自的说 大鱼不上钩 夏日飞我求 这个士兵啊 回去禀报了文王这件事之后 文王就又派了个大臣 来请江子牙 江子牙依旧不理不睬 自顾自的说 大鱼不上钩 小鱼飞我求 文王听懂了江子牙言语背后的 这个隐身的含义 猜测这人很有可能是个有才华的人 就决定亲自去见见他 于是周文王先摘一戒沐浴 吃了三天素 洗澡换衣服 然后就带着人去渭水河边 见江子牙了 周文王这种亲自来聘用江子牙的 这种举动啊 也让江子牙非常感动 所以两个人见面之后呢 谈得非常开心 周文王就问江子牙 请教治国的良策 江子牙就和周文王说了 非常著名的三场 分别是君以举贤为常 官以用贤为常 士以敬贤为常 那说成白话呢 就是君主啊 到普通的老百姓都要以 能够任用有能力的人 和尊敬有能力的人为主 人才才是这个国家兴旺的根本 那文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 身以为然 他一直就认为 人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君臣之间达到了和谐 周文王就很诚恳的 希望江子牙可以辅佐自己 江子牙看到文王的诚意 也欣然英语 于是周文王亲自扶江太公上车 自己亲自拉车 拉着江子牙回京回都城 周文王啊毕竟年岁大了 而且他是个君主啊 所以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拉着江太公走了八百步之后 实在没力气了 你也可以 我觉得这八百步其实也不尽了 然后他就回身跟江子牙说 说寡人啊实在走不动 我拉了你八百步 江子牙看着周文王微微一笑 说道 你单车拉我八百步 我保你江山八百年 这个其实是个传说故事 不过在历史上 西周和东周加在一起 真的将近八百年 是七百八十多年的时间 周文王得到江子牙之后啊 就如虎添翼了 他继续扩张国力 希望能够尽快的推翻商朝的统治 但是天不随人愿 就在周文王摩拳擦掌 准备讨伐商朝的时候 他得了重病 没多久就去世了 周文王去世之后呢 他的二儿子激发继位 这就是周五王 周五王啊 不但继承了文王留下来的巨大家业 还继承了周文王要讨伐商朝的志向 所以五王啊 继续重用文王留下的这些优秀臣子 在国内呢 鼓励生产 发展军事力量 对外呢 继续拉拢诸侯 进一步的孤立商 在五王继位九年之后 周部族的实力啊 就空前墙的 已经成为国了 因此五王啊 在风水的东岸建设了浩京 当做新的都城 也就是今天陕西的西安 那西安十三朝古都从周开始 这就是第一次成为都城 然后周五王就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孟金官兵 其实周五王孟金官兵的目的 是为讨伐商朝进行了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 或者说大阅兵活动 当时五王啊 把大军开到孟金之后 听说这件事的诸侯啊 就前来归附的就有一百多个 由此可见 这时候天下的人心所向 已经向周朝倾斜了 当时有诸侯就建议五王 趁着大家的军队就都在 直接就东进 直接出兵进攻朝阁城 但是五王觉得时机未到 而且他这次孟金官兵的主要目的呢 一个是演习 另外一个就是试探商的反应 然后这个时候 周王整天贪图享乐 对国家大事都不闻不问了 对这次孟金官兵 也完全没什么过激反应 五王一看目的达到 就下令撤兵 回到浩京之后啊 五王就派出了特别多的间谍 去刺探商朝内部的情况 随着源源不断的情报传回来啊 就能看出了商王朝的内部 真的是腐朽不堪了 不但老百姓怨声载道 连那些忠臣贤臣都纷纷离去 这时候五王的大臣们 就建议现在起兵伐咒啊 但是五王急去跟他们说 时机未到 你们不知天命 还要再等一等 直到等到了一个消息的到来 什么消息啊 就是东夷又作乱了 这东夷从夏朝开始 就一直作乱 一直作乱 就没有安省过 这个时候东夷作乱 咒王派出了商朝的全部精锐部队 去镇压东夷叛乱 朝歌城军力空虚 五王这时候知道时机终于来了 于是即刻下令联络有军起兵伐咒 在出征之前都需要巫师占卜 那个时候占卜的结果是一个凶挂 这时候大臣们就坠坠不安了 然后都上来说 是不是咱们先不打了 这个时候江太公走上前去 一甩刨袖 把这些龟甲兽骨全都扫落在地上 力声说道 咒王无道 伐咒乃是天意 这些烂骨头知道什么 于是在公元前1046年的2月 五王率领战车三百辆 禁卫武士三千人 披甲战士四万五 以及另外八个诸侯国的盟军 九国联军从孟金出发 直指商朝首都朝歌 这九国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 过关斩将 没多久就到达了朝歌城外的木野 咒王一看 周国大军来袭 但是城内空虚啊 没有士兵作战 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就把奴隶呀 囚犯呀 这些人 临时武装起来 当军队去抵御周国 他当时一共募集了70万奴隶和囚徒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木野之诈了 五王的20万对 咒王的70万 在决战之前啊 五王也像商汤当初一样 举办了盛大的士师大会 发表长篇演说 这演说内容跟汤氏都很像 首先隶属咒王的各种罪状 对吧 然后说自己伐咒是寿命于天 然后两军展开大战 在历史上真正的木野之战啊 其实远没有封神演义 小说里写的那么跌宕起伏 那么复杂 没有 真正木野之战 没打几天就结束了 因为这70万奴隶和囚徒啊 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了周王 去拼命 看到周五王来 他们还认为五王是救星 所以两军一接触 都不是一面倒 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周王这70万大军 当时就临阵倒戈了 带着五王的九卧联军 直接就往朝歌城里冲 周王这儿一看大势已去 匆匆忙忙赶到内城 洗漱打扮一分以后 在露台自焚而死 那五王攻入朝歌 找到周王的尸体以后 割下首级 照告天下 从这一刻起 统治了天下600年的殷商王朝 彻底宣告灭王 那五王虽然攻灭了商朝 但是因为日夜操劳 建立周朝之后不到三年 就积劳成绩 身染重病 驾崩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周王之前派出去 平定东夷之乱的60万主力军还在 天下800多诸侯里面 还有很多是支持商的诸侯 再加上周政权刚刚建立不久 右主继位的时候 周内部的势力争夺战 也日益激烈 在这三重危机之下 新生的周朝别说一统天下了 连自身都岌岌可危 在风雨飘摇中的周 是如何稳定内部 平定天下 正式走上正轨的呢 那请您点赞 并且订阅开明故事会 打开小铃铛 关注我们后面的故事发展 朋友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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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